你不要了解我们接受北京的通知 那个证件进北京 他没办法接受 所以今天你没办法 我们都帮我接受 所以今天他认为这一张 是不行的 你的台胞卡跟那个 请问是哪里的报告 北京通知我 李静宇在海基会两名人员 与公民团体陪同下 11点半在会台 被告知台胞证失效 报位登机遭拒 出禁就卡关 海基会表示 早上9点移民署主动 向大陆公安部询问 得知李静宇台胞证失效 事实上李静宇的台胞证 还在有效期限 他也定位成功 显然遭对岸刻意注销 脸色惨白的李静宇 像泄了气的皮球 闭眼鸣嘴微微颤抖 我的确感到意外 震惊 难过 我一个弱女子前往探视 中国政府需要用这样强大的力量 来阻止吗 阻止了动机 目的 企图何在 这个动作 恰恰向外界证实了 中国政府逮捕李明哲 背后所存在的政治阴谋 国台办在9号刻意发布 一纸为放上国台办官网的声明 指出 海协会7号已经透过台湾有关团体 传递李明哲亲笔信 李静宇重申 他没有拿到信件证本 并承清国台办称 基于人道考量送信并非事实 李静宇指控说 李俊敏对我进行威胁 利诱 恐吓 我逼不得已 我只好要求他给我文字的承诺 留下证据 我为什么不能够去接受他这样的保证 因为我认为 自由与尊严 必须兼得 人若是只有自由而没有尊严 会活得像狗一样 我不想我李明哲一生 活得像狗一样 李静宇强调 他拒绝前客文化 就是相信不挺身对抗不义的制度 台湾永远会不断被绑架 他不能为了营救丈夫 丧失中华民国的尊严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林秀信指出 李静宇拒绝私了 将事件升高到两个国家的事情 立法院内政委委员会通过提案抗议 台湾国 台湾教师联盟等社团 以行动剧讽刺蔡英文总统 只会消极喊祝福 他们提醒 10号也是台湾关系法36周年 呼吁美国政府关注台湾人权遭侵害的议题 这油药主题台记者 是小华 还没报道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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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úsica cad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